大家好,我是艾迪,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Luminar是一款比较小众的摄影后期调色软件 主打的就是操作简单,适合新手 或者说是不想花费太多的时间去学习后期的小伙伴们 特别是这个人像照片的后期 我当初买这个软件就是为了磨皮瘦脸用的 目前我已经使用了有四年的时间了 并且拥有四个不同版本的Luminar 今天就来给大家做个对比 看看这个Luminar 4 AI和最新推出的Neo 这三个版本到底有什么区别 哪一款更适合您的使用需求 有没有这个升级的必要性 当然也少不了发点福利给大家 原本在每年12月份就更新一个新版本的这么一个周期 在今年就被打破了 推出的时间比往常晚了不少 2020年2月全新版本的Luminar Neo 可算是能够下载使用了 但是给出的还不是完全版 只提供了一些部分功能作为卖点 所以咱们现在手上用的这个版本 它缺少了很多的功能 而下一次的更新时间还未定 但是它已经公布出了即将给出的功能 包括人像背景更换 仿制图章 复制操作 然后批量的修图 以及脂肪图和人工智能蒙版等等 那这些都是要通过下次更新 免费升级才可以获得的 未来更新后的完全版 这个Luminar Neo的功能 就会比Luminar AI要多了 所以如果您是今天看到这个视频之后 才打算购买 那么我呢 推荐您直接就购买这个Luminar Neo这个版本 虽然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更新 但是啊 如果您手里边呢 已经有了Luminar 4或者是AI呢 也别着急 看了后面的对比之后呢 再来决定是否需要升级 从我的使用体验上来说呢 这三个版本当中 Luminar AI和Nio呢 是最容易上手 难度系数最低 操作界面更为简洁 参数的调整呢 也比较的直观 所以对新手呢 非常的友好 Luminar 4呢 还是那种传统且复杂的界面排版 需要来回切换不同的界面 那有的时候想要找一个功能啊 就得找半天 而这个Luminar AI和Nio的编辑界面呢 就只有这么一个 所有的功能呢 一目了然 对比一下不难发现 AI和Nio这两个版本的界面呢 看上去基本就是一样的 菜单的名称呢 也更容易懂功能分类和图标的颜色呢 做得也很清晰 那即便是您不太懂摄影的后期 看到它们大概也能猜到 这个功能是干什么用的 在界面和操作上手难易度上来说呢 我要更喜欢Luminar AI和Nio这两个版本的设计 而我很喜欢的一个功能啊 也是这两个版本才有的 叫做AI构图 点击一下呢 就会通过AI判断 给出这张图片的构图裁剪建建议 那真的是很省事 又能获得免费的修改建议 非常适合摄影的初学者 Nio的操作呢 相比AI要更为人性化 当想要返回去微调 已经调整过的那些参数的时候 在右侧编辑界面当中 它呢就会提炼出 所有在这张照片上 用过的那些工具 调整起来呀 就方便太多了 快速后期照片的简单方法呢 就是直接套用预设 Luminar 4的预设较为复杂 分为外观和Lats两种 那其中这个Lats啊 它是颜色样式 而外观不仅包含了Lats的颜色改变 还包含了一些其他的操作 比如说曝光的调整和一些特效 再加上Luminar 4的界面较为复杂 所以呢就显得它这个操作 难度系数要高 并且呢这些外观和Lats 和其他的版本并不通用 而在Luminar AI当中 预设叫做模板 通过顶层的菜单可以进入 而Nio当中 需要先切换到边际界面 然后通过切换右侧到预置 进入到预设之后呢 AI和Nio的界面呢 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自带的这些调色预设呢 是完全一样的 也可以导入自己下载 或者是购买的那些预设 目前Nio在预设这里的功能呢 还有待更新完善 理论上啊 原有在AI当中的那些预设呢 是可以在Nio当中通用的 但是目前呢 我发现它还无法导入进行使用 人像照片的处理呢 是我购买这个Luminar的一个理由 因为啊 不想花费太多的时间去后期 但偶尔呢 又有磨皮去痘的这么一个需求 这三个版本当中呢 都拥有磨皮瘦脸的功能 Luminar 4它是最基础的 只有磨皮去瑕疵 也就是去痘去斑 面部打光呢 可以修正脸部太暗的问题 以及放大眼睛和牙齿嘴唇的 这么一个调整功能 Luminar AI呢 就增加了瘦身功能了 可以给全身的照片做调整 而到了Nio 它既有瘦身的功能 又可以实现背景虚化效果 还能进行背景更换 甭管这些功能有没有用 反正基本上能想到的 这个Luminar Neo啊 就都给配上了 所以如果您对人相处理 是有需求的 那么Luminar Neo呢 是目前为止功能最为全面的一个版本 Luminar 4呢 它发布于2019年的11月 距离今天已经推出了两年多了 但至今呢 我仍然认为 它是目前所有版本当中 功能最强大 最全面的一个 虽然少了那些花里胡哨的人工智能 但后期修图软件 该有的功能Luminar 4它都有 比如说多涂层处理 像景深合成这么复杂的操作呢 它也是可以胜任的 当然Nio也拥有多涂层处理 只是目前这个版本它还不完善 比如说完全找不到如何去删除 以添加的涂层 所以呢就只能等待下一个版本的更新了 目前好不好用 还无法做出一个判断 就现在已经有的这个涂层功能来看呢 我认为Nio它更偏向于 创意图片的效果叠加 比如说叠加一些特殊的光效 而Luminar AI呢 它就只有单涂层处理 也就是说您只能在照片的基础上 去做一些颜色和曝光的调整 顶多呢就是替换个天空 而不能做更多的创意效果叠加处理了 从功能上来看呢 Luminar AI和Nio它更偏重于 人工智能的自动化处理 简单快捷 而Luminar 4呢 它更多的是手动调整 加上功能太多且复杂 所以您可能会觉得它过于专业了 Luminar 4中的每一个小工具 都带有独立的蒙版编辑功能 也就是说每个调整效果 都可以手动控制它所影响的范围 进行局部微调 那这是AI和Nio都不具备的 目前版本上看来啊 这个Nio似乎没什么亮点 甚至还不如AI呢 但在下次更新之后呢 Luminar Neo在功能的全面性上 会超过AI的覆盖范围 到时候呢 我再来给大家做一个更详细的测试 Luminar的所有版本啊 都有个通病 那就是读取文件的速度呢 有点慢 比较吃电脑的内存 配置低的电脑操作 一些AI工具的时候呢 就会有明显的卡顿和延迟的现象 我这台电脑啊 是2017年的老iMac了 内存加到了40个G之后 就明显感觉要好了很多 再有的问题呢 就是它这个菜单翻译呢 有点尴尬 感觉就是Google翻译 随便按了一下 比如说Relight 它就直接翻译为了改光 人像散景呢 要是翻译成背景虚化 可能会更容易明白吧 不过咱们都比较聪明 可以猜到它说的都是什么 所以呢 也不算是很大的问题 还有呢 就是在购买前 大家千万别忘了 先去官网查看一下 看看是否支持 您现在所使用的这个相机型号 特别是新相机的RAW格式啊 在老的版本上 不一定能支持 那最好呢 您先下载一个免费试用版 感受一下 再付款购买 如果您想要购买Luminar Neo呢 可以使用我的推荐链接 获得优惠的价格 选择One Seat呢 是一台电脑的授权 如果您想要在很多台电脑上使用 随时在家 Luminar AI啊 使用我的这个推荐链接和折扣码呢 仍然可以减免10美金 现在买的话呢 我呢 还是建议您直接就选Neo 要更划算一点 当然这两个版本 您都可以先免费下载 试用那么两个星期 我强烈建议大家要先注册一个账户 哪怕您就是想免费试用一下 也没关系 购买之后呢 在这个My Software这个页面当中 任何时间都可以再次下载重装 注册码呢 也都在这里找到方便管理 比如说您看像现在Luminar 4 在它的官网页面上 已经没有下载链接了 但是如果您当时注册了 您仍然可以找到它的下载地址 由于之前我的博客班国一次家 早期的这个视频当中 分享的那个博客地址啊 就失效了 我重新整理了一下我手上的资源 包括已经绝版的Luminar 4 安装文件和外观预设等等 再加上新的Luminar AI和Nio的预设 以及一套日落照片的素材 一起打包重新上传了 那这些资料呢 都是官方送的 还有我自己买的 所以绝对安全 欢迎大家免费下载使用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一个专注于城市风光的旅行摄影师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